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一起來看彼得前書第二章 請大家去看聖經彼得前書第二章 彼得前書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十一節到二十五節 第二章的二十一節到二十五節 彼得前書第二章 二十一節到二十五節 二十一節到三百三十七節 二十一節 你們夢到环什 underground 因為基督它為著殷殷 對你留下幫助 讓所有殷殷僵 的腳厘 resolved 二十二節 他掛在幕後市民家面頂 親身丟臉了我們的桌 讓我們既然在最頂四 就得意在義胸瓦 因為他受的便胸臉便 在了義在二十五節 你們將前好清楚 賣掉的影音 如今職位到你的靈魂的目人感讀了 聖經裡面 他忠心的信息是談到神救贖的工作 聖經裡面都有公告神救贖的工作 就約聖經期待彌賽亞耶穌基督的到來 既約聖經裡面 其他的彌賽亞救主的降臨 到了新約聖經 我們看到他傳講神果的福音 到了信用聖經的時候 我們看到主要所基督 他團養神國的福音 聯名我們四人 並且能夠承擔我們所有的一切苦難 尤其福音的信息最高峰就是談到他 成就實價的救恩 尤其福音的信息 送過方就是公告 主要所生救了是不是給救恩 所以在這裡彼得長老 他特別這樣做見證 所以在這個所在彼得長老 特別這樣做見證 這位救主耶穌基督 他親自為我們受苦 說這位救主耶穌基督 他情心為著我們來受苦 留下了很多美善的榜樣 他主要所遇到很多美善的榜樣 然後指引我們這一條走天國的道路 來自因我們所有人來 走走這條天國的道路 這裡談到耶穌基督 他沒有犯罪 這個所在特別說到 耶穌基督一邊沒有犯罪 他也沒有詭詐 他也沒有幾十的事情發生 他被罵不喊口 他被罵但是他沒有犯罪 也不威嚇人 他也沒有威嚇人 他甚至 取奴仆的樣式 取人的樣式 甚至用到人的用室 用到奴仆的用室 順服且死在實價上 他不但是順庫 並且在死的死界中 在二十四節說 他被掛在木頭上 在二十四節說 他被掛在這個死界中 親身當當了我們人的罪 最好說親身來 淡飯了我們的罪 他替我們人 受死 他替到我們人類來受死 所以我們能夠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們能夠在他的身上 這裡說在意上活 就是在他的身上活 他受了病傷我們得了醫治 因為最好說他受這個病傷 我們能夠得到醫治 他受了痛苦我們得到平安 他受了這個痛苦 我們能夠得到平安 所以我們就歸屬他的人 所以今天我們都是 幾歲主的人 他為我們每一個世人 都是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他為了我們每一個世人 都是做一樣的這些工作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呢 因為我們不認識他 因為我們不認識他 我們不了解聖經的道理 我們也不了解聖經的道理 我們知道是因為我們認識了他 我們知道是因為我們人 罪了所忌讀 而且我們也領受了 赦罪的洗禮 實教的救援 我們也都領受了下罪 洗禮到神經上的救援 每當我們在舉辦聖餐禮的時候 所以每逢我們的基辦聖餐禮的時候 我們要深深的思考 我們大家都要好好沈沈來思考 更要將神定在十架 耶穌定在十架上的 這個救贖的工作 露印在我們的心裡面 並且要實實在在中 主要所必頂的事業界頂的工作 落實在我們的生活面頂 那說起來聖餐禮是 耶穌基督他親自設立的 我們請看 路加福音22章 請看路加福音22章 路加福音22章 路加福音22章 19節到20節 19節到20節 路加福音22章 19節到20節 新約聖餐禮 19節到20節 由提起拼來 很少了 就白開 提給他們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到你們寫的 你們如果英國入處走 為到要紀念我20節 飯後 將由提起拼來說 這個拼是用我的 所立的藥的信約 是為到你們流出來 這在記載 聖餐是主耶穌親自設立的 聖餐是主要所基督的設立的 而且也吩咐門徒這樣做 冰車也反覆本土 應該這樣做 更是跟得救有關係 冰車聖餐的又是叫地球有關係 所以這裡耶穌拿起柄來祝憲 所以這個所在記載說 主要說拿去拼來祝聖餐 就剝開柄遞給門徒們 就白開這個柄拿給門徒 說這是我的身體 說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是為到你們來寫的 那這樣做為了要紀念我 他這樣做是為到要來紀念我 之後又拿起葡萄汁 飯後以後又拿去杯來 拿去葡萄接來 就是說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信約 說這個葡萄接這個杯 是用到我的血所立的信約 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是為到你們流出來 所以耶穌親自設立聖餐 所以主要說 祂親自來設立聖餐 目的是什麼 祂目的是什麼 要門徒們紀念祂 愛本土可以來紀念祂 我們來看這個哥林多前書十一章 請看哥林多前書十一章 十一章的二十三章到二十六章 十一章的二十三章到二十六章 二十三章到二十六章 二十三章到二十六章 二十 國林多前書十一章 二十三章到二十六章 信約聖經二百四十一 二十三章 我當時團給你們的 我也是為主領受的 就是主要說 被賣那一枚 拿去拼來 二十四章 九十四章到八開講 這是我的身體為了你們放閃的 你們運動這樣走 為了紀念祂 二十五章 飯後如果教員拿去拼來講 這個拼是用我的火所立的信用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這樣走 為了紀念祂 二十六章 你們每逢吃這個拼 喝這個拼是標明煮的事 在等到以來 以來勝利 在這裡保羅面對哥林多教會 在這個所在記載保羅面對哥林多教會 再一次顯明這個聖餐禮的重要性 再一次來篩明這個聖餐禮的重要性 聖餐禮是主設立的 聖餐禮是主設立的 有它的尊貴性 有它的尊貴性 也有聖餐禮的神聖性 甚至有在祖裡面的奧秘性 甚至在祖裡面有這個奧秘性 所以保羅在這裡提出來是要讓所有的信徒知道 要紀念祖的史 所以保羅在這個地方特別提出 要所有的信者都可以來了解 來紀念祖的史 所以我們參加聖餐禮 所以我們參加聖餐禮 第一個目的就是要紀念祖的史 第一個目的就是要紀念祖的史 彼得長老做了見證 彼得長老一所做的見證 只要我們接受赦罪的洗禮 實價救恩 只要我們可以接受下罪生禮實在的救恩 我們就經歷了耶穌為我們擔當罪孽 承受實價痛苦的一切 我們就已經經歷了 主要所謂就是我們擔當罪過 頂死禮是未嫁定的救恩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這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因為我們接受洗禮之後 因為我們接受洗禮之後 我們就 不是 罪的人 救的人 而來是新人 我們就不再是旧的人 我們是真正做一個新的人 是披戴耶穌基督 是屬於神的兒女 來來 所以當我們領受聖餐禮的時候就是紀念祖的石 所以當我們領受聖餐禮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這個所在紀念祖的石 紀念祖的石最具體的表現 紀念祖的石最具體的表現 紀念祖的石最具體的表現是什麼呢 就是凡事要遵行祖的道 就是凡事要遵行祖的道 講話也好 講話也好 做事也好 做事也好 行為表現也好 行為表現也好 我們都要紀念祖的石 我們都要紀念祖的石 遵行祖的道 就能夠表現出紀念祖的石的一個真實的生活 我們可以准行祖的道理 就可以表現出紀念祖的石的一種生活 不是只有停留在頭腦在思想而已 我們不單單在這個頭腦裡面思想紀念祖的石 意義 這個長老這樣做見證 信心加上行為才是真的 說信心加上行為 這才是真的 我們知道神為我們這樣受死 所以我們知道祂說 基督為到我們這樣來受死 讓我們離開罪惡的瑕疵 讓我們可以離開罪惡的瑕疵 在祂面前成為新造的人 在神面前來聽到一個新造的人 這個生命的更新改變 這個生命的更新改變 是透過主犧牲的生命而流出的寶血 是透過主犧牲的生命所流出的寶血 所以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 所以我們領受聖餐的時候 很重要的目的紀念祖的時候 反應在我們的生活就是要遵行神一切的道理 歡迎在我們的生活面前 就是我們要 翻書尊定祖的道理來講 參加領受聖餐禮 參加聖餐禮 第二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 是要統領耶穌基督的肉與血 就是要重領耶穌基督的肉與血 這是一個屬靈的重要的生命的團體 這是一個屬靈重要生命的團體 我們請看哥林多前書第十章 請看哥林多前書第十章 十六節、十七節 十六節、十七節 十章的十六節、十七節 哥林多前書十七節 哥林多前書十六節、十七節 我們所祝福的團體 這不是當然基督的血嗎? 我們所祝福的團體 這不是當然基督的身體嗎?十七節 我們雖然這個 但是也是一個團體 一個身體 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個團體 這裡告訴我們 這個所在這樣就有人說 我們舉辦聖餐禮 我們所基盤的聖餐禮 重要的一個目的是 就是同領受耶穌基督的肉與血 重要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 做回來領受耶穌基督的肉和血 這個表明屬神的、屬靈的、一家的團體生活 這是要表明是少年的、同一個少年生活 人不管多 人不管是這個 我們還是製作一個餅 我們也是一樣做一個餅 麵粉、喝著水做一個無效餅 都不能加任何酵素 因為神是聖節的 神是獨一的真神 也就是我們敬拜的耶穌基督 他怎麼樣做設立聖餐 因為經過注謝之後 因為經過注謝之後 聖靈運行在當中 聖靈運行在中間 我們所領受的 在靈裡面就是 煮的肉、煮的血 人再多 我們還是注謝一個無效餅 人家比較多 我們也是一樣 注謝一個無效餅 也是一壺的葡萄汁 靈化之後 就成為耶穌的肉與血了 靈化以後就成為 煮的肉和煮的血了 可是經過注謝祷告之後 有神的聖靈在裡頭 運行做見證 有神的聖靈在裡面 來運行做見證 所以當我們領受 主的聖餐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領受主的聖餐的時候 就有顯明的屬靈的意義在裡頭 就有很堅明屬靈的意義在裡頭 耶穌在世的時候 祂也這樣強調 主要說在世的時候 祂也是這樣來強調 請看約翰福音第六章 請看約翰福音第六章 約翰福音第六章 五十三節到五十六節 約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節到五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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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第六節五十三節到五十六節 約翰福音第六節五十三節到五十六節 吃我肉喝的人就应生在网友 我要叫他学我五十五十 我的肉真是口吃的 我的血真是口喝的五十六十 吃我肉喝的人 当时我来面我也想想在他来面 他会生了 在这里耶稣谈到 领受主圣餐的属灵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地方 主要说公告领受圣餐属灵的重要意义 有三个属灵的意义 总共有三项属灵的意义 第一个记载在五十三节 第一个属灵的意义记在五十三节 这里说领受主的圣餐 就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个所在说领受主的圣餐 就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不领受圣餐 所以我们是不能不领受圣餐 来领受一定要领圣餐 我们应当领受的大家都要来领受 因为领受以后这个生命就在我们里面 第二个意义 记载在五十四节 领受主圣餐的人 领受主圣餐的人 在幕后有复活的盼望 在领受圣餐会有这样的功效 这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有这种功效发生了 第三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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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载在五十六节 记载在五十六节 领受主圣餐 领受主圣餐 我们就过一个与主联合为一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与主联合为一的生活 这是领受主圣餐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 这是领受主圣餐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 我们再来看五十五节 我们继续来看五十五节 这里说领受主圣餐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这个地方最好特别这样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当我们在注谢的时候 当我们在注谢的时候 我们用水和面粉烤成一个无效饼 我们用水和面粉烤成一个无效饼 然后用新鲜的葡萄打葡萄汁 装在一壶 我们用新鲜的葡萄 怕做一盒的葡萄吃 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祝现 当我们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 基督祝赦 就凌化成为耶稣基督的肉与血了 这就凌化成为耶稣基督的肉与血 所以表面上我们看到物质还是这样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我的肉真是可吃 我的血真是可喝 但我没有知道 但是我们要知道 奉主的名祷告祝现 有圣灵在里面 圣灵在中间做见证 圣灵在中间来做见证 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 当你凭着信心来领受 当你凭着信心领受 就确信 这是主的肉 主的血 当你凭着信心来领受 并且核心这是主的肉 主的火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神经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价 我们所领受的就是主的肉 主的血 真是可吃喝 这个中间我们所领受的 真的是主的肉 主的火 这真的是可吃可喝的 主的圣餐 主的圣餐这是非常重要 尊重主的圣餐 所以我们大家要尊重主的圣餐 就是尊重神 这就是尊重神的表现 谈到这里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所在 必须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 我们就要用一个真人真的态度 来面对并且来领受主的圣餐 来面对并且来领受主的圣餐 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二十七节到三十节 二十七十到三十节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二十七节到三十节 信仰圣经两百四十节 二十七节 所以无论什么人 没有案例吃醋的肉 喝着喝醋的杯 就是干缓醋的身体 醋的肥 二十八节 人应当主既生日 人员吃这个拼 喝这个杯 二十九节 因为人吃饮 如果没有分辨 是醋的身体 就是吃饮自己的醉料 三十节 因为这样在你们中间 有很多人吃的 跟宦边 四个也没救 以下生了 在二十七节里面 在二十七节里面 保罗强调要 要这个领受主圣餐的一个态度 保罗强调 领受主圣餐的一个态度 不论任何人要按礼领受主的圣餐 说不管什么人要按礼来领受主的圣餐 这个礼在言文就是秩序的意思 因为当时的教会信徒有的混乱圣餐 因为当时在高兴都教会里面有部分的信价人混乱这个圣餐 这个圣餐跟爱餐搞不清楚混着吃 这个圣餐跟爱餐分不清楚 人做会就会吃 爱餐就是平常吃的 爱餐就是我们平常在吃的 圣餐是 煮的圣餐就不同 甚至有的人不在意还酒醉来领受 甚至有人不在意酒醉来领受圣餐 所以他们中间有的领受本来应该更加坚强 所以他们这中间本来领受圣餐要更加坚强 这个生病的生病 结果领受后有破坏就破坏 软弱 软弱 会故意随便领受结果死了 还有一些青菜随便的领受的 也因为这样来滴死了 没有一个属灵的秩序 所以他们就没有一个色灵的敌寿了 那这个礼啊 秩序里面最好的就是按照圣经道理来语 这个礼敌寿 适合的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教本来做 所以如果正在木道还没受洗的 这个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 刚才在这个母度中间 还没受洗在这外母度朋友 就暂时不要领受 我们就暂时万千来领受 我们可以亲自来看看我们怎么办圣餐 照圣经来的 我们可以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办圣餐 我们全部都是按照圣经的道理来办的 我们也非常盼望您能够努力目到 然后下决心接受洗礼之后再来领受 我们也非常盼望您能够任真来没得 下决心来受洗礼之后来领受洗礼之后 来领受洗礼之后来领受洗礼之后 28节28节到30节到30节到30节 我们这里看到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领受主圣餐的人要自己洗礼之后 如果犯了致死的罪就请你不要领受 如果我们已经犯了第四的罪 我们就不能来领受 不分辨主的身主的血 那就是吃喝自己的罪 我们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 主的血来领受 这样就吃到自己的罪了 当我们要领受的时候 所以在我们要领受的时候 就自己先默导再来领受 我们就要自己先别斗来领受 这个洗礼很重要 这个洗礼是非常重要 我们自己心里要做这种反省 我们自己心里要来做这种反省 能够在我们的过犯里面做一个 思想不要再同犯同样的毛病或坏习惯 可以在我们的过犯中来思想 不能犯同样的毛病 才是失败 这个是指责不至于死的罪 这是指责不至于死的罪 那个你要思想不再这样犯 求主怜悯 莫道再来领受 所以我们要来思想 我们不要再犯这个罪 求主来领免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领受 再一次声明犯了自死的罪 你就不要领受 我们再一次来宣明 就是说我们如果已经犯了 第四的罪 我们就不能来领受 第三个我们领受圣餐的目的 第三个我们领受圣餐的目的 就是领受之后要立志为主佛 就是领受以后要立志为主来 不然你领受了以后 你又再犯同样的毛病 又是这样没有认真的侍奉神 那非常可惜 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 十四章第八十 我们如果达到是有主来达 若是死去是有主来达 所以我们必须达 必须达 总是主的人 这是使徒保罗做的见证 这是苏都保罗他所做的建设 我们今天活着努力 都有一个动机或目的来追求 我们今天达到努力 都有一个动机和目的来追求 我们想要让家里经济宽宇都很拼马 我们为了家里的经济 辅助一点点 我们就拼命来做工作 想要有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有认真读嘛 我们想要有更好的生活的能力 我们就认真来讨设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目标努力 可能有很多为了这个目标来达 但是不要忘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更要立志为主而活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严格重要是要立志为主来达 无论是生或死 不管我们是生还是死 我们要知道我们总是耶稣基督的人 属灵的生命 不是说我们受生以后 我们就开始来募用这个世界的事情 我们已经就忘记这个属灵的生命了 我们用感恩的心去面对了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面对 主耶稣基督这一切 我要更加努力爱祂 主耶稣主耶稣我这一切 我的努力来感谢主耶稣 我不是眼光停留在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说停留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活着需要生活没有错 我们活着需要生活这是没错 其实我们活着来是预备将来进入永生国度的这些工作 其实我们活着是为了以为将来进入英生国度的这个工作 所以保罗在这一方面他做得很好 所以保罗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他把世界看作粪图 所以保罗说一种世界看作本土 把世界都当作有损 一种这个世界都当作是有损 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一切只认耶稣基督为至宝 所以在生命里面一切与其中耶稣基督 当作祭保 所以他说无论是生是死 我总是主的人 保罗就这样说了 不管是生是死 我总是主的人 我们领受圣餐 我们领受圣餐 不是就在领受的那一刻心里有感动 后来就出会堂就没有了 不是单单在这个领受的那一世协 我们有很感动 出离开会当这个感动的消息 那这样领受没有意思 那这样这种领受就没意思了 我总是活化在我们每一天 每一个生活的脚步里面 要将这个道理多化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每一天的生活中间 纪念族的使法 所以我们必须有个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向 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二十二节 请看二十二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 中国二十二节 新的圣经三百三十六节 二十二节 令既然因为顺忠心理 就状了自己的心 一直要兄弟 没有使命 就当对心来比较切施收听 这里美丽我们什么呢 这个所在让我们勉力什么 要确实相爱 叫我们爱切施来收听 爱我们的家里人不困难 爱我们家里人是不困难 爱弟兄姐妹要下功夫 爱神更要下功夫 爱神更要努力 因为常常爱神跟爱世界会冲突 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之后 我们要立志为主 其中一个生活要确实相爱 其中一项生活就是要切施最爱 真正的爱从哪里来 真正的爱是由什么所在来 爱姐告诉了我们要从真理 顺服真理里面来 这些警察在里面说 真正是要为顺福真理以来 有时候我们会爱我们的家里人没有错 有时候爱我们家里的人这是没错 但是那种爱是真理的爱吗 但是这种爱不是一种真理的爱 他做坏事你为了保护他 然后要避开律法 然后你就用忍的方式要怎么样 那个对吗 他做坏事你会保护 他要逃避法律的制裁 你应该劝他知错 你应该看他 在这个事情上面该付出的代价 要让他知道以后他就学会了 在这种事情面对 他要付出他的代价 这样以后他才会恶后 这个才是确实的爱 这个是一种确实的爱 我们人的行为 我们人的行为 我们内心的世界 我们内心的世界 只有用真理来对照的时候 才知道你的爱是真是假 只有用真理来对照的时候 才知道你的爱是真还是假 确实的爱的生活是要顺服真理里面 这个基督徒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基督徒必须要有这种学习 而且因为纪念主的使 得到了主的救恩 我们确实要建立这种爱的生活 并且因为纪念主的事 这条后救恩 所以我们开始可以来尊敬这种的道理 那再来领受圣餐之后 再来领受圣餐之后 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请看哥林多前书 那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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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林多后书6节 16节 新生间253月 16节 新的殿和五上有什么相优呢 因为我们是英姓新的殿 就清楚我说 我要在她的中间寄住 在她的中间来用 我要做她的心 她要做我的主人 就是行六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出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在十六节下半段的时候 神要在百姓中间居住来往 神要在这个八生中间来居住来往 神要做他们的主 神要做他们的主 百姓要做神的子民 十七节又说要从世人中间出来 十七节还记载说要与世人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七章一节说这就是神给他的百姓的圣洁的应许 十七节还记载说这就是神给他百姓的一个应戏 所以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神的百姓神的选民要做一个分别为圣洁的生活 我们可以乱讲话吗 我们可以我别说话吗 讲不实在的话吗 我们可以说实在话吗 诽谤的话吗 我们可以说诽谤的话吗 伤人的话吗 凶人的话 破坏人的话吗 破坏人的话吗 破坏人的话 这我们不能讲的 这都是我们不能说的 这都是不圣洁的动作 这都是无性格的动作 你不分别 因为你没有分别 你到处伤人 你到处来凶人 神也在看 神也在这个中间观察 任何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是有特权的没有 没有人好一个人在身边前是有得犯的 你软弱 你做错 你有过犯 神一样是要 要要要要要审判的 你软弱 你做不对 你有过犯 神同样 也是要大家宣伤 重点就是我们赶快改过来 重点就是我们知道不对 离开软弱 要离开软弱 离开过犯 要离开过犯 然后进入到 诶 分别为圣的生活 进入到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是圣洁的神 因为这是神 我们在他里面居住也要成为这样的 我们在里面居住也要成为圣洁 要成为他的主名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领受圣餐之后 我们领受圣餐以后 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要过到分别为圣的生活 自己要有智慧判断 我们自己要有地区来做判断 什么重要原因呢 是什么重要的原因呢 在十六节这里说 在十六节这个所在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因为我们是英生神的殿 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受洗以后 成为圣灵的圣殿 成为真理的宝殿 成为神的殿 我们受洗的殿 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我们必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既然领受圣餐纪念族的事 既然领受圣餐纪念族的事 领受之后我们立志为主 领受以后我们立志为主来什么 多为主做圣工 这样我们就要多多为主来做圣工 多多来侍奉神 多多来侍奉神 有时候我在传道坊 在读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在传道坊 在讨经的时候 就想一想 哇 我们教一教会人好多 我就想说 哎 教会的人有多多了 那一个人如果带领一个慕道者 如果一个人可以断了一个慕道 那种盛况实在 一定大大的感谢出来 我想说那个圣工实在是 可以非常多的感谢 年纪大的也做 年纪大的也做 中年的也做 中年的也做 青年也做 青年也做 小孩也做 小孩子也做 哎呀 这种教会又不发展也难了 这种教会没发展也很困难 好了 我们缩小一点了 好了 我们现在总结的范围比较小了 夫妻一代一个 老婆两个带一个就好了 那也不错啊 那也不错啊 也是人很多啊 那时候所有带一个人也很多啊 好 这缩小一点啊 一个家庭带一个 一个家庭带一个就好了 我们有几百户家庭啊 我们有几百户的家庭啊 哎呀 看起来不难做嘛 看起来这时候没多难做啊 所以我们求主感动 所以我们求主可以感动 求主能力 求主能力 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得到神的悦难 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得到神的悦难 立志 领受圣证之后立志 都为主做圣证 你领受圣证以后 可以立志 这个为主来往 相信将来在神的国度 神的赏识是大的 相信将来在主的国土里面 我们的胸数是非常大的 我们有关圣诞里的道理讲到这个地方 有关圣诞里的道理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一起跪下来祝宪宮 我们大家一起来祝福 奉主耶稣圣明祝谢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是您所设立美好的安息圣日 我们所有弟兄姐妹 秉持着一颗顺服的心 并且爱主的心来参加 神所设立的安息圣日 直到有更多的福气和恩典 会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现在奉主的名 并且借着祝谢祷告 求觉书施恩代理 并且圣灵运行在其中 要将无效品注谢 灵化成为耶稣基督你的身体 我们借着圣定的道理 想想 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道成肉身 来到这世间 传讲神国的福音 体恤我们世人的生活 并且也知道我们再次有许多的苦难 你却应许殖民有一条平安的道路 就在你的身上 所以你应许你的门徒这样说 再次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且你也为这一条应许平安的道路 也胜了世界 借着你实际的救恩 来打开又活又新的道路 直通到你所预备的神的国度里头 我们也如此相信 所以蒙你的拣选 活在你的救恩里面 但我们知道 这一条道路 是你为我们设立的 您当当了我们世人的罪孽 如同被宰杀的羔羊 没有任何的怨声 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承受 世人一切的罪孽 并且流出保险 牺牲生命 你的边伤 医治了我们 你受的痛苦 鞭打 让我们得到平安的见证 因此 我们更加感谢 也愿意 用微薄的信心 求助成全帮助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 事奉 努力 蒙主 你的悦 我们现在的体会 那一个 祝福 让我们领受了主的身体之后 能够立上加力 让我们愿意 举起双手 提出圣洁的祷告 蒙主你的同工 让我们所做一切的侍奉 也能够得到 绝书您的同行 使我们在 人生的道路上面 不再孤单 不再寂寞 也恳求绝书 提起我们发酸的腿 让我们更有力量 继续走在主的道路上 并且能够 得到更多更美好的 服事上的见证 也愿意为从实力复活的 耶稣基督 行出生命的生活 来成为最好的美迹 现在主的面前 主啊 我们如此恳求祷告 蒙主你耶娜 耶你却荣耀归你 直到永永远远 哈利路亚 阿们 这个就是我们住屑过后的 主的圣餐品 我们所看到的 这就是我们已经试试过后的 这个圣餐品 住屑过后 试试以后 这就是主的身体 这就是家族主的身体 信心领受 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 主的爱对我们是很大 这对我们是帮助的 我们请三位长老 一起来播评 我们请三位长老 继续来北边 唱诗四十八首 请大家继续来唱什么诗四十八首 三位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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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长老